继续带您来到邦家岛 1900年邦家岛北部 一群物理洋青年组织了一支乐队 爱好使他们走在一起 当时这种游吹管乐器与打击乐器合奏十分流行 邦家物理洋音乐队也广受人们追棒 120年的今天这乐队如何生存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1900年邦家北部一群物理洋青年 布里洋青年爱上了荷兰人的音乐表演 爱好使他们走在一起 先始于向荷兰人学习 学成以后才组织成乐队 并首次亮相舞台 谈吉多由吹管乐器与打击乐器来合奏 20年后他们招兵买马 注入新鲜气息 50年代乐队第三代领导旗帜 由卢和民接管 有了年龄的乐器 并不是这支谈吉多乐队唯一独特的一面 他们持守什么样家庭价值观 使他们能把演奏乐器的能力世代相传 这位是卢金龙 今年67岁 是物理洋土生土长的第七代华人 住所离原中华学校 现物理洋理工中学不远 邦家物理洋乐队第三代领导人 卢和民是他的父亲 我是从16岁开始进这个音乐队 那个时候最往生 好像每个身体都有人家结分 就用这个音乐 在那时候还很时尚 到了1990年 物理洋音乐队增加数位马来朋友助阵 谈吉多是个诞生于荷兰殖民时期的音乐合奏团 他的音乐风格深受欧洲人管乐合奏影响 他的出现更像是欧洲人在群岛之国主流统治的一大象征 尤其在音乐方面 学习传承谈吉多音乐有一个基本条件 因为时代的感谢 现在的年轻人比较不喜欢 鞋子这样 如果有鞋子这样的 还有什么天生 后避才比较完美 如果哪个人没有后避 就玩得不太好 弹簧馆 长浩 铜波 大谷一次出局 往昔辉煌亦不在 因为以前有八九个人 剩下自己一个人 哇 那个时候真是好威风啊 好美啊 1900年至今 四代音乐人 120年历史的乐队 他们熟悉的旋律 是否能在我们耳畔继续回荡 卢金龙保持乐观 虽然孩子没有音乐才华 但是他从11岁的孙子身上 看到了希望 时代的转动 让时尚变为传统 谈吉多音乐形式 包括物理洋乐队 如今面临青黄不接 频林消失的窘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